日本江湖片 連印度的都看 都這樣子 我本來就有很有禮貌的小朋友 沒有啊 就完全不是這樣 非常不禮貌 就他會負責開 開始 把門打開 我是第二個 他是在後面一直在那邊 先觀察 然後最後自己受不了 他就把衣服撕破 我很喜歡我們 大家一起出遊的那一關係 大家開車 所有人真的都是在同一個頻率上面 大家在一起 很有一家人的Feel 各種各樣 日本江湖片 連印度的都看 那都這樣子 這樣子 我們當然拿下去 No comment OK 去讀書館 去當義工 去當義工 餵餵流浪狗 然後我們去靜台 對啊 沒有啦 我們就約在一起會一起讀本 對對對 然後 喝點小酒 然後大家 聊聊天 第一天認識他 跟後來的他是完全不同的原來 哈哈 你也是好不好 你也是好不好 今天超有禮貌 就 你好 跟你現在 不認識的人 不認識的人 我本來就很有禮貌的小孩 沒有 就完全不是那樣 非常不禮貌 可以啦 他一開始也是就是很善良 然後很人很好 然後很 什麼意思 但是我後來變很淺 很淺 後來變超討厭 我跟你講 後來變超討厭 媽的 氣死了 我覺得兄弟就是這樣 像我們的戲也是一樣 其實大家就是 互相包容 互相體諒彼此 對 才可以做真正的兄弟 才可以走這麼久 對 如果你 就像前人一樣 你不體諒不包容他 其實你們很快就分手了 你到了 對 你到了三年之後 你已經 他有時候很煩 那你要怎麼辦 你就包容他 我有時候很討厭 他要怎麼辦 他就 他就讓我一下嘛 對 就我覺得我們的關係是一直這樣 然後才可以走這麼長遠的感情 他加入之後 我們也是就 包容 一直試著包容 就 提醒他吃藥啊 什麼的 對 對 對 乖 他就是那種 考一百分的學生 你知道 準備好 自己準備好 他就規弄你 他會說 我可不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啊 那我一開始不知道嗎 我會說 有什麼問題 然後他就說 你怎麼這麼帥啊 每一天 我自己覺得 就是一定會碰到 所謂惡魔場 自己很害怕的 就是你會覺得距離太遠 或是那樣的情緒 自己從來沒有經歷過 你會害怕的 但是 這就要回到剛剛講的 就是 很多時候 這樣的末期 真的是很難得 因為有一些東西 不是你自己一個人 可以做得出來的 需要 大家與其